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白色的一个光滑的牛皮皮面 边拼的是黑色的一个波浪型的走线 还有几颗锚钉 黑色一个大底的边缘处拼的是白色的一个走线 它的鞋型是那种大大的圆圆的 鞋底也是有一定厚度的 补长的不算太长 小腿度以下刚刚遮住脚踝的样子 所以它在穿上去的时候是可以达到增高 修饰腿型 显得腿比较细长的一个效果 再加上它的整个配色的一个缘故 所以它很百搭 只要不是太过于正式的衣服 它基本上都是可以搭配的 哪怕是在春夏那种比较温暖的一个季节 我觉得配它穿裙子短裤 也是不会觉得很厚重的一双鞋 所以它算是实穿性比较强 一年四季都可以穿到的款 它是有一定的重量 它的脚感呢其实还是蛮好的 我在第一次穿它出门走了挺多路的一个情况下 我觉得它对我来说没有很大的一个磨合 鞋底部分都是很舒服的 唯一不舒服的一个点在于它的这个筒边这一块 它其实还是比较偏硬的 如果说是像是经常穿一些船袜或者是挂的比较偏短的话 因为比较宽松比较富裕的一个空间 它就可能会磨损到脚踝处 整体这双鞋还是非常非常百搭 很实穿的 它的尺码我觉得是偏大一点 大概偏大半个码的样子 我37的码 我这双穿的是36码半 下面一双呢是一双凉托 我在Nostrum花40刀买过来的BV平T款 品牌叫做OpenEdit 它穿上去也真的非常非常舒服 前面的编织数很柔软 然后有一定厚度那种棉质 然后包裹感也很舒适 走路这样一整天也完全不用担心 它会磨损到这一块 它的鞋底是属于比较偏平的嘛 但是它穿上去也是非常非常软的 方形的一个鞋头 它是带有一定的弧度的 光腿穿这双鞋 配一些短裤啊 修饰腿型 然后修饰脚型的 这个鞋的颜色我也超级的喜欢 它是那种有点雾霾蓝中 偏一些些灰调 不算是一个太浅的一个蓝色 就哪怕是对我们这种亚洲人的黄皮来说 蛮衬肤色也不会显黑的一个颜色 然后这个颜色呢也超级的鞋 超级适合在这种夏天 穿的稍微淑女一点 配那些纤细飘飘的长裙啊 端案裙啊 或者是它配那种稍微休闲一点的运动裤 觉得也很好看 很百搭的一双鞋 如果脚比较偏肥的话 保险一点的话可以买大一个码 但我觉得正常的脚型 买大半个码大概就够了 瘦脚的话我就按正码买就好了 下面呢是一双高跟凉鞋 这双高跟凉鞋的牌子是叫Rick Nun 也是做凉鞋比较有名的一个小众品牌 这双鞋我觉得它很好看的点 在于它的鞋型 它前面是那种有一点点偏肩的 它的鞋跟处呢不是那种直下来的 但有一定弧度感 一点点往里面凹的 鞋的跟高并不算太一滴 大概要七公分的样子 像我这种不太经常穿高跟鞋的穿它 我觉得它走上去也是蛮稳的 高跟鞋嘛 它都是可以拉长小腿的一个长度的感觉 再加上它这个颜色是裸粉色 我在穿上去的时候呢 跟我的肤色基本上是有点贴合的 不会显得太突兀 鞋和脚是完全合一的一个感觉 细细的这种绑带的一种设计 没有太遮住脚面的一个部分 所以穿上去是比较显腿长的 这个颜色是真的很衬肤色 但是我觉得这双鞋它有一点点的勒脚 因为它鞋面是那种细带的一个设计嘛 再让它鞋面做的也是比较窄的 不太瘦的一个脚 我穿进去的时候 我觉得它是有一点点勒 这双我买的是正码 37码 我觉得稍稍有一点点的紧的 我的脚不太能完全的进去 短时间穿它应该是没什么太大问题 朝时间的话 它这个就会勒得有点疼了 来自Alcone Studio的一件衬衫 是用六折的价格收下来的 它的版型是那种很简约很大气的感觉 它的材质是百分之百的桑残丝 所以它上身的一个轻浮感非常强 是很舒服很柔软的那种 坠感呢也很强 你在穿上它的时候 它是可以修饰的 你上半身的一个身形是很好看的 它这款衬衫的一个版型 就是有点偏oversize那种类型 就不是那种很贴身的 所以它上半身是那种 会比较有飘逸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在穿它的时候 我基本上下面都会要配那种紧身一点的裤子 不算太薄也不算太厚 摸上去呢也是那种超级有质感的一个衬衫 在外面的一个黄铜色 中间带钻的一个明扣 别的都是做的那种白色的暗扣 它在版型上的话 做了很多小细节的地方 一个是它胸口前面的这个褶皱处 最衬的一个褶皱的长度 我最喜欢这件衬衫的地方就是它袖子这一块 宽大很宽松很随性很休闲的一个感觉 穿上去是很有质感的那种 再搭配形成的话 我觉得它轻轻爽爽的配一些白色的裤子啊帽子啊都很好看 但是它有一个不好的一个点 就是因为它这个彩制是桑残丝的 在打理方面的话会需要花一些心思 弄脏的话也比较难清洗 如果勾丝的话就很难再修复了 穿它的话就会要稍微的注意一点 Acne Studio他们家的牛仔裤 大概是五折还是六折的样子 我把它收下来的 我觉得它的版型超级的好 直筒的那种牛仔裤 然后水洗的颜色也是那种纯黑色 边缘出品的是那种暗灰色的一个走线 对于我这种腿型有一定缺陷 不是很直的那种人 条牛仔裤显得我的腿是那种比较匀称的一个感觉 这个水洗颜色也是那种很百搭 很经典那种 所以它在搭配性上 也是可以驾驭得了我衣橱里面 95%以上的衣服 一年四季都可以穿 也可以穿很久的那种牛仔裤 可以遮住我大腿比较粗壮的缺点 像他们家的直筒裤的话 我基本上都会买大一个码 就腰稍微大一点 但是腿是会稍微舒服一点的 大腿这边更加宽松一点 这样穿上去的话也不会觉得像勒着腿一样的感觉 我都会把裤腿这边都往上来穿 然后露出我的脚踝 这样的话它裤腿这边的一个边缘处 也能有一点点的层次感 能让整个颜色看上去没那么单调 裤型很好 质量很好 穿上去很柔软很舒服的一种牛仔裤 下面呢是这款真知衫 是来自韩国的一个品牌 叫做The Open Product 会隐隐约露出你身形 它穿上去的话是有一点的小性感的一个感觉 所以里面呢可以搭配一些像吊带呀 或者是紧身一点的内搭穿它都还蛮好看的 但是它唯一有一个我觉得不太好的一点 它真的很挑身材 如果说是你的胳膊不够细长 然后去穿它的话 我觉得会显得好像有点粗壮的感觉 因为它本来真知衫 它就会显得上身稍微圆润一点 它是那种网格露肉的那种款式嘛 我也会尽量的穿那种 里面也是长袖的 因为我胳膊比较粗壮嘛 当时我在买这件衣服的时候 它的那个尺码没有选太对 小码就行了 我当时买的是M码 买过来当外搭叠穿的 但是它这款呢 袖子巨长无比 袖口这边都拱起来的 就有点不舒服的感觉了 稍稍拱一点就好了 拱太多 就会显得你胳膊很短 我很喜欢它这个颜色和这个材质 它其实整体的一个设计感也是蛮强的 也是感觉像是那种比较特别的一个真知衫 毛绒感还是比较强的 有一根一根那种毛绒突出来的那种 没有那么修饰身形 但是它搭配的好看的话 也是能把整身穿搭 穿得很有层次感的 那种灰色 百搭的一个颜色 下面呢是一条连衣裙 这条连衣裙呢 也是超级适合夏天 这条裙呢也算是 Ganny家比较热门的款 然后这次也是正好折扣 即码我就把它买了 颜色呢我觉得很好看 粉蓝黄三个配色 穿上去呢也是那种很小清新 很可爱很淑女的一个感觉 淘宝袖的款 方子领的 我觉得它这个方子领的开口 是可以露出完整的锁骨 但是也不会露太多 侧边呢也是可以把侧颅给包住 像是对于我这种有锁骨 胳膊不是太鲜瘦的人来说 我觉得它还是蛮遮肉的一块 中部及腰部这块 做的也是那种松紧带的 领板处呢是有一点点 鱼尾的一个感觉 胯部那边的话 它是可以修饰胯部 显得你腰部这边是比较有 这样的一个曲线的 所以它穿上去是很修饰身形 特别特别好 能扬长臂短的一条裙子 这款的话我到时候也是 想着留着去海边的时候穿 为了搭配这条裙子 我还配了一个 他们家的这个发绳 它是可以当做一个 小小的这种手圈 也可以 配一个那种白色T恤啊 把那个头发盘起来 就是当做一个小啾啾 开始我买到它的时候 我头发还是长发 我就可以把它绑成那种麻花边 然后绑一个这种发绳 然后现在呢 我头比较短了 我就可能把它绑成一个 丸子头 放在上面 也是很可爱 绑这个发绳配 这个裙子也超级的搭 跟大家分享一个小配饰 发达的一个小夹子 简单的 就是很经典 他们家的三角标 它可以夹在这个脑袋上 然后把这个标录出来 就可以做一些那种 甜酷的那种风格 配一些oversace的卫衣啊 下面配一个小裙子 配一个马丁靴 显得我的脑袋上面 没有那么单调嘛 平时觉得刘海 夏天刘海有点厚重 把我的刘海绑起来 就这样子 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小夹子 但是它就是很贵 它是495美金 只有一个 我倒是以为 那个店员搞错了 因为我一直以为 它是两个 我觉得它的那个性价比啊 其实是一般般的 好处呢 就是它很好看 但是真的多需要它吗 倒是也没有 个夹子的颜色也比较多 黑白粉 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去买 还有一件衣服呢 就是我身上这件T恤 The Arrow的 也是我在essence打着买的 淡淡的那种鹅黄色 是在夏天穿的话 还是蛮清爽的一个颜色 中间呢 是克莱因蓝 这个蓝色 也超级的好看 是那种 有点挤皮的那种感觉 这边写了一个 他们家的一个缩写 然后侧边呢 又写了一个 The Arrow logo 他们家的T恤呢 都是那种标片中性的 就属于男生女生 都可以穿 我当时买到它的时候 我真的很喜欢这件衣服 然后是那种 很休闲 很随性的 自从我洗了它之后 蓝色的这部分 就已经裂开了 这件衣服 本来买过来就那么 一百多块钱 然后你还要送去干洗 而且像T恤这种 经常夏天要穿的 肯定是每天都要洗的嘛 打理起来就会很麻烦 所以我就不那么推荐大家去买 有这种元素的一个T恤 然后我看了 他们家还有一个爱心款 本来也是很想买的 就自从买了这件之后 我就把那个件劝退了 所以大家可以去买那种 纯印上去的那种图案 或者是刺绣的那种图案 不要去买这种 拼皮的那种图案 放到T恤上面 那咱们这期的一个购物分享 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你还会喜欢这期视频 如果你还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就行 关注我的频道 给我点大家评论吧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